国际巨星安杰丽娜丘莉为了预防离癌 既切除乳房之后又再动刀切除软巢 就是因为基因检测中 发现负责修复身体DNA破损的BRCA基因有所异常 当你的身体里面负责修补DNA的那个能力上 是受损的情况底下 所以你制造癌症的细胞 我们本来每天就会多少会制造出一些不好的细胞 但是你修补它的速度没有办法跟得上 随着球力效应发酵 基因检测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但除了消极的切除未来可能癌化的身体器官外 从饮食上的营养调整 其实就可以改善基因的表现 影响你基因运作好坏的 其中最关键的因子其实是营养 营养不是只是一个热量的问题而已 它最重要来讲其实它是讯息 这讯息其实是会改变你基因的表现 而基因检测不仅止于遗传疾病的预防 甚至也可以用来发现肥胖基因 针对先天不足之处来补强 它可以了解我们先天的肤质 再用保养品跟食品的方式去达到改善肤质 而且去调离体质的一个作用 坊间的精英检测相当多 但检测出来的数据却不是人人有办法解读 民众应该选择有完整咨询服务的公司 为自身健康打预防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